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一部评分极高的剧情片《饥饿游戏》 影片一开始 政府要求12个地区每个地区派出两名成员 一男一女参加政府举行的游戏 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24个人相互杀戮 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够取得胜利并且存活下来 男主和女主的妹妹被选中参加了游戏 可女主不想让妹妹参加这个饥饿游戏 便自动请因 而在游戏之前 她们有一次机会能够得到赞助商的赏识 女主选择了自己拿手的弓箭 一下子射中了赞助商们正在吃的苹果 拿到了一等奖 而男主和女主也凭借虚假的暧昧关系 获得了赞助商的好评 游戏开始了 所有人都冲向赞助商提供的物资 而女主则选择了远离人群 独自一人往森林深处逃跑 果不其然 到了晚上已经响起了13声巨大的枪声 而每一声枪响就代表一个人出局 现在只有11个人存活下来 而剩下的人很多都是职业选手 是自愿来参加这个游戏的 由于女主已经离他们太远 所以游戏负责人点燃了火焰 将女主从森林深处驱逐了出去 也是因此 女主开始被职业选手包围 女主机智地爬上树 职业选手只能在树下包围了女主 女主抬头看到树上一个马蜂窝 于是用弓箭射下马蜂窝 职业选手被钉得四散而逃 其中还有一个选手被马蜂窝遮死了 但女主自己也被真昏迷 当女主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一个黑人女孩在照顾自己 黑人女孩告诉自己 她已经昏迷了很多天 在昏迷期间 职业选手已经集齐了所有补给 于是女主决定将补给毁掉 女主知道补给的四周一定会埋伏很多地雷 于是用弓箭射击了最高处的苹果 苹果触发了地上的地雷 所有补给都被毁掉 而当女主再一次找到黑人女孩时 黑人女孩已经被职业选手抓到 女孩杀死了职业选手 但她也不幸被职业选手杀死 女孩非常难过 而他们的友谊也感动了 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 他们开始暴乱 而政府平息了这次暴乱 为了安抚民意 政府决定让最后逃出去的人数 变成两人 而女主这时找到男主 他为了逃出去 假装告诉男主自己也喜欢他 而他们的爱情 也被电视机前的观众所看到 此时此刻 幸存下来的人只剩男主女主 还有另外一个职业杀手 职业杀手找到男主和女主 准备抓到男主 并和他同归于尽 可就在这时职业杀手挟持着男主 来到飞机顶端 但却被女主用弓箭 从飞船上射下来 被野狗吃掉了 最后男主和女主 成为了仅存的两个幸存者 可这时候 负责人又决定 两个人只有一个能活下来 于是他们拿出之前的僵果 准备两个人统归于尽 这时群众们又开始暴乱 为了平息 负责人只好让他们两个全部活下来 可这一举动 却激发了政府的不满 政府决定让负责人死掉 而他们正在为女主 筹划这一场更加巨大的阴谋 这也为接下来的饥饿游戏系列 埋下了伏笔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